《 》 好像隱隱約有一個原則 我希望這個建築簡單到讓人覺得有走進去的感覺 甚至有一些神秘感 當你走進去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裡面的那種打動你的東西 我們在設計的過程中 就正好看到了我桌上一本書裡面有懷思的一張畫 就是一個老人坐在一個礁石上面 然後遠處是海浪 畫裡面總有一種那種揮之不去的那種孤獨的那種感覺 跟我們這次設計的 希望去找到的那點點微妙的感覺 其實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 它大概是一個450平米左右的圖書館 一進門是一個矮的入口的空間 然後接著你會進到一個兩個層高的一個越南空間 是這個建築裡面最重要的一個主題的空間 整個圖書館是一個截梯狀的 它的功能就是我們不希望坐在裡面的人 被坐在外面的人擋住 就你的視線不被別人干擾 就大家有一個均等的看到大海的一個關係 那如果空間是一個看台的話 海實際上像戲劇一樣 是這個空間的一個潛在的主題 我們在屋頂上有一個陣列式的小的光筒 實際上它也是通風的通風孔 我們在下午大概三點左右 前後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會有那個瞬間的小的光筒 能夠穿透到這個空間裡面去 會形成一種像生命一樣的 像一次呼吸一樣的一種感覺 光可以有情緒 光可以有氣氛 所以我們也希望在這個房子的空間裡面 去揭示這種光的完整性 和這個空間相鄰的有一個冥想空間 是為個人提供一個思考和發呆的 這麼一個角落的這麼一種感受 在那個空間裡面 一天的大多數時間都是暗的狀態 也只是在一天某一個特定的時間 光線會從那個窄風設計那個空間 所以我覺得我們談到光線 就永遠繞不開明和暗 然後光的移動 像舞蹈一樣的劇情 然後和這些空間相脫離 就被一個室外平台相隔離的 是一個活動室 在活動室裡面我們實際上有兩個主要的光源 在早晨的時候你就會看到 東邊的光線是暖的 然後從西邊的那個 滲透進來的那個天光是冷的 然後在下午的時候是反過來的 就西邊的光線是暖洋洋的那個直射光 而朝東的這個天窗 是反射進來的那種冷的光源 我們希望實現的一個狀態 一種生活的狀態 就是人可以在海邊 然後有一個空間 感受自己和海的一種存在的關係 然後你手裡有一本書 有什麼好 lieber 寶貝